好,这个周末就是端午节了 花莲市长魏佳贤 31号上午前往了卫福部 花莲东区老人之家 来赠送粽子给长者 并且分别到明星里 独居长者以及低收入户家中来访市 这周末即将迎接端午节 花莲市长魏佳贤 31日上午 在市公所涉劳客长萧子卫 名利里里长萧文龙 以及明星里里长孙华翔陪同下 分别前往卫福部 花莲东区老人之家 明星里独居长者及低收入户住所访市 在佳节前夕疫情严峻之际 送上爱心众慰问 那这次花莲市公所的部分 我们在整个花莲市 在低收的部分 还有独居老人的部分 还有我们一些关怀的机构的部分 都一共制证了3000多颗的一个肉粽 那我们在食物银行的部分 也有很多的肉粽 要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伙伴 那在此要特别谢谢 非常多有爱心的朋友们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是劳客的伙伴们 那足衣的部分 把这些肉粽分送到需要的人手里面 那未来如果真的有需要一些 紧急的物资的部分 可以到我们食物银行 那再次我也到我们东岛的部分 协同萧农里长 一起来关心我们这里的住民 那我们希望在过节期间 我们这边的长辈都能一样 有过节的气氛 不受疫情的影响 再次还是要祝福大家 端午家节愉快之外 大家都能够平安 度过疫情的这段时间 华联市公所设服作业不停歇 不论是长照机构长辈 独居长者或低收入户家庭 华联市今年持续送出爱心众 包含东区老人之家 工费安置的长者60份 低收入户有739份 独居长者则有207份 每分3颗 总计将送出3,018颗粽子 及日起还请收到通知市民 前往礼办公处领取 期盼有需要的乡亲 能温暖度过端午节 记者长帮演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